海鮮 蝦子 螃蟹 还有榨物 多达五百道菜色 吃到饱 高雄林皇宫曾经是最贵buffet 人潮还不少 没想到三月底突然无预警停业 一半变成港式餐厅 令人惊讶的是 另一半进驻上百台夹娃娃机 实际来到现场 港式饮茶目前是营运中 另一边整排好几台夹娃娃机 早就已经摆好了 这么高级的店变成夹娃娃机店 会真的会很奇怪 印象中那个夹娃娃机 不是就在路边 随便的那种店面就可以 林皇宫高档buffet 原本人气还不错 却接连爆出负面新闻 2017年欠星风波被员工爆料 没有给加班费 劳工局查访才罚十万元 好大事啊 2019年更有民众来这里吃饭 庆祝节日时 却突然一阵骚动 大家跳啊跳又尖叫 因为地板老鼠乱窜 让顾客简直吓傻了 这一次高档buffet 突然传出亭业 改成港式餐厅和夹娃娃机店 业者目前占不说明 但也让网友热议 难道餐饮市场已经如此不景气 记得松沛城 沈山山高雄采访报道 好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 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邀请大家多多支持